那时候很多对吧,开药,槟城,那时候做比较多是那边 然后呢,灌单是另外一个阴火那个地方那个团队,把邀请过来,就来灌单认识了这个现在的 所以你那时候在1998年到认识你太太那一个期间就是一直是每隔几个月就来做展览 这样子啦,也有,也有做了几年多两年设计的,也有,基本上是来回到的 这样是结婚之后开药宇室,所以你们是在马来西亚跟中国有注册啦 那你来到之后,你们就决定在你什么,什么导致你会继续开吃店啊,还是什么啊 因为我在那时候一直都是开药嘛,开药宇宙开水中店,玉啊,水晶啊 花囊啊,这样,后来这个行情不是很好了吗,越来越差了,这样 我大概在... 所以这个行情是花囊,水晶片的行情还是整个大环境的经济啊? 大环境不好,大环境不好这个... 不是,经济不好,是明显看起来是后期开始的平衡主 哪一年后期啊? 我是2015年开的餐馆 2015年? 2015年 嗯,2015年 就是当时已经是占一宝贝拉? 对,那时候那个...经济也不是很好的,马来西亚经济 但是像书画啊,字画啊,这种就...也是饱和了吧 但是就是没有什么太多人来...起出兴趣了 我们就回来开餐馆啊,开中国餐馆 开第一个餐馆就是肥羊超过不高嘛 包括城市建设啊,包括...环境啊,包括... 啊,经济啊,都没有很可感觉的进步 啊,那个可能跟中国比较来讲呢,中国就是特别速度特别快 肯定会啊,那现在...这么多年,这也二十多年了,你说吧 呃,私业啊,什么家庭啊,孩子啊,都在马来西亚啊 啊,有的时候马来西亚公民 嗯,那我现在...回去中国,也接不上了,也不知道做什么了 哈哈哈,因为这些年都在马来西亚 所以已经适应整个马来西亚的... 适应了